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动词咀嚼 其实就是嚼了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choo 再来一遍 choo 叫做咀嚼 用牙来嚼 这个在听说读写 各个考试中可能都会出现 咱们比如说 先听一道当年托福听力题 听力真题的片段 咱们先看看 同时看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10 Here take this pill and don't chew it 就这一句话 如果没听听 再来一遍 同时看应该选哪个 Question number 10 Here take this pill and don't chew it Here take this pill and don't chew it 大家看应该选哪个呢 我们看正确答案选 第一选项 swallow this tablet 叫做吞咽这个药片 这个swallow就咽下去 这个tablet药片 就像刚才听力里面的pill 我们把原文再看一看 Question number 10 Here take this pill and don't chew it 这个here不要反正这里 就是一个语气词 来来来把这药吃的 别嚼 来把这药片吃的别嚼 它pill可以把这药片的意思 这个chew就是嚼 别嚼它什么意思呢 让你咽吞咽 不能够去咀嚼 答案是swallow this tablet 我们顺便把这几个字同时记记 再看一下嚼完之后吞咽 这个咽这个词 慢慢来 swallow swallow 表示吞咽 咽下去 再读一下药片 这个比较正式的书面语 慢慢来 tablet tablet 就类似于更通俗的pill 如果答案中也是pill 这个答案就太明显了 换了一个同一词 我们看到这是嚼 还有咽这个词 但用嚼和咽之前 现在咬 我们这个咬叫bite 这么一个词 我们大声读里面 bite 表示用牙来咬 我们有个习语 两个词都出现了 bite up more than one can chew bite up就咬下来 咬下来的比一个人能嚼得要多 什么意思呢 咬得太多了 嚼嚼不了 没能力来嚼的 就是没有筋肝酥 别懒此起活 不是说这个人眼大肚子小都想 试图去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 咬了这么大口 没有能力来嚼了 试图做超过能力的事情 这是咬和嚼 再看刚才那个吞咽 普通的咽下去 可以用solo这词汇 如果比如说狼吞虎咽 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可以同时记 solo是一般的吞咽 后面叫狼吞虎咽 慢慢来一遍 gobble goble 再读第二个 devour devour 这更好记了 就很低头 vour的一声全吃光了 注意字幕V 上压初孝春 再来面 devour 咱们看一个例子 33克难忘的一天里面 就是154页第21行 154页第21行 请问这句话 他说 only saw two street dogs benefit from all this confusion for they greatly devoured what was left of the cake 只有两只流浪狗 从这一大团混乱状态中得到好处了 因为他们贪婪的吞吃掉了这个蛋糕剩下的部分 这个吞吃掉 贪婪的大口的狼吞虎咽的吃 叫devour 大口的吞咽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叫细嚼慢咽 小口的嚼 你听这个口型就小了 devour是大口型的 而这个大声都叫nibble nibble 叫小口的咬 小口的嚼细嚼慢咽 咱们看一个句子 把这几个动词都用上 eagles catch snakes that gobble toes that swallow insects that nibble green leaves 这一环扣一环的这个从句 都是定义从句 他说这个鹰会抓这个蛇 这蛇怎么样呢 加定义从句 the gobble toes 这个蛇会大口的吞掉 这个癩蛤蟆蝕除 toes 我们再牵套一个定义从句 这个蝕蝕怎么样呢 还是关心戴斯大做注意 the swallow insects 蝕蝕会咽下去的虫子 它吃虫子 蝕蝕可能没有那么大嘴了 它咽虫子 这虫子怎么样呢 the nibble green leaves 又是定义从句 虫子会小口的嚼树叶子 嚼绿叶 你看gobble就是大口的吞咽 solo就是吞食咽下去 nibble就是细嚼慢咽 小口的嚼 所以咬嚼吞咽 几个相关词汇 我们在生活中常一起来用 咱们的同时记住 不要搞混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重点 咱们就学习到这里